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有留意到卡洛斯自从做了三个吉他 一个给自己 一个给邓校长 一个给林振隆之后 似乎没有再发布过有关吉他制作的影片 但如果有同时关注卡洛斯Facebook的朋友 都应该知道我继续有帮朋友设计和制作吉他 但在第四个第五个吉他制作的时候 卡洛斯不断去试用一些反应制作方法 因为我想企图改善一些曾经出现过的错误 就譬如在吉他側板屈曲方面 我第一次就真的很吐炮用风筒来吹 那当然屈曲得很辛苦 第二次我就买了个椭圆形垂直的一个发热器 慢慢用手人肉去屈曲都叫做成功了 但是来到第四第五个吉他 我试用一些不同的木材 一些比较矜贵的黄金蓝 又或者一些比较硬的胡桃木 我就发现之前那两个方法都不欢迎用了 如果硬硬来做会点就只会得到这个下场 所以卡洛斯今天就在研究中 如何组装一个新的吉他制作工具 就是一个吉他側板的屈曲器 现在就会和大家分享这个过程 千万不要走开 虽然我这个工具就在淘宝上途回来的 但可以告诉大家 不只是国内才这样做的 照我所知 很多业余 或者在小型工厂制琴的制琴师 他们都是用这种类似的工具 因为无论在国内或者国外的制琴片段 你都会看到这种工具的踪影 而我途回来这个工具 来到的时候就是散件 我首先就要把它的主体结构装嵌起来 这个主体的结构非常重要 因为在吉他側板弯曲的过程里面 尤其是屈曲缺角的側板 过程里面整件工具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少一粒螺丝 可能整件工具都会散开 其实这个工具工作的原理非常简单 只是将整块側板均匀地加热 再用钢板铺面 然后在上方用武具压榨 稍后我嵌好整个工具 就会展示给大家看 现在我在嵌中的就是上方压榨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专门压出吉他側板的腰身 有看过卡洛斯之前的吉他制作系列都知道 吉他的筒身有很多种形 除了古典西班牙的筒身之外 文谣吉他的筒身真的千变万化 所以每一种筒身的腰身都是不同的 于是在压榨的时候 就要配合吉他筒身的舞具 现在我展示的是一个叫做OM的筒身 OM筒身和古典吉他有点相似 但是它就不是39寸 它是40寸 现在你看到上方压榨的模具 就是刚刚跟OM的腰是相配的 于是当我搅动转盘压榨的时候 側板腰身的部分就会成型 既然已经砌到这里 应该是圆弓 没错的 如果屈普通的側板 砌到刚才那里已经是圆弓了 但是如果你要做缺角的吉他呢 在腰身的上方 就要再加多一个压榨的軸心 否则很难把缺角压榨得漂亮 分分钟还会压坏一块板 除了腰身之外 上半和下半两个弧位 究竟如何做出来的呢 那就要靠两边的两个羊眼圈了 这两个羊眼圈会分别勾住两条弹弓 而弹弓的末端也会勾住一块帽 这块木头很重要 它就可以沿着吉他下半身和上半身的弧度 慢慢将側板压榨和拉曲 设计是否很神奇呢 好了 工具基本装嵌好了 现在我就打算用我手上这两块黑胡桃木的側板 作为试验 我先将表面打磨好它 因为当屈曲了之后再打磨就有点困难了 打磨干滑之后 我就会拿去浸水 如果用以往的工具 我就需要浸热水 但是因为现在能够均匀地加热 所以浸凍水都可以了 泡浸几分钟之后 我就将側板用石纸包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不想在加热过程里面水分流失 在石纸里面不让它蒸发 是会有效很多的 接着呢 就要放上最重要的这两样配件 一个呢 就是一个带状的发热器 这块带状的发热器呢 就可以将整块側板均匀地加热了 铺上带状发热器之后呢 还要铺上一块不锈钢片 不锈钢片呢 除了可以保护发热器免被压坏之外 还可以在压榨过程里面 令到弧度更加顺滑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将刚刚刚预备好的三文字呢 就放在个模具里面 然后呢 就可以开动发热器来加热了 那我一般呢 就会开到120度至200度 几分钟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转动上面的转盘 逐点逐点 将上面的模具压榨下来 这个过程呢 一定可以粗之过急 卡洛斯呢 有了以前呢 用土炮工具 压破側板的经验呢 其实已经很小心的了 所以今次呢 我有了这个新工具呢 都会用慢一点的速度 将上面的模具呢 逐步降下 以保障的腰身呢 压得到位 但是又不会弄破側板 好了 当腰身已经压到底之后呢 就可以利用连接了这个弹弓的两条木条 将側板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呢 都沿着桶身的模具呢 压榨成型了 那用了这个新工具呢 你发觉整个屈曲的过程呢 非常之省力 而且速度也都很快 就算没拆开了 你看看样子 已经知道成功了一大半了 而又因为这个側板呢 是比这个发热带均匀加热 上面又有钢板压住 理论上呢 就不应该有什么意外的了 等了几分钟呢 我们可以直接熄了发热器了 经过这个新工具夹了一晚之后 究竟这一块胡桃木的执板 会夹成什么呢 我们现在拆开它看看就知道了 在拆的过程呢 卡洛斯真的觉得 有点像是做乞丝鸡 拆开石纸的时候 真的很心急想知道 那只鸡挥得漂亮不漂亮 咦 又似乎真的挥得很好 而至于刚才提及过 有关制作缺角吉他的执板 其实做法就相弱的 只是执板的上半身呢 就不用弹弹来拉了 而要加多一个軸心去压榨下去 那当然呢 就要利用一个缺角的模具 特别要提醒呢 缺角的弧度呢 是非常之小的 所以为保不要产生意外呢 压榨的速度就要更加慢些了 实验所得呢 压榨这个缺角呢 过程也是非常之顺利的 而压榨出来的缺角側板呢 也都非常之漂亮美观 经过我第一次使用这个 側板弯曲器之后呢 我发觉这样去挥扣这个側板呢 真是比我以往的方法安全很多很多 所以今次呢 无论是购物经验 或者使用经验呢 我都给100分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与梁娃卡洛斯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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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